滿地金順利賣 最後入閘最喜 全部馬不準備 妥當第十場賽事 三班千四米 立即展開各族準備 一開始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 外檔位置就是這隻雙龍出海 中間橙眼罩就是綠色快區搶 再在中檔位置 還有這隻月露媽寶 內蘭低星神區 中間就是最喜和滿地金 厚一層馬 有這隻閃爍武士 內蘭蜂衣足食 外面八心之鑽 再後面有好聖王和光宗耀組 在尾四 尾三自由性 藍色頭罩 尾二就是那隻瀟灑勁龍 暫時包尾的馬匹就是那隻可愛人生 開始過800米段柱 前面帶頭雙龍出海 外面第二位最喜 綠色快區 在上至爺馬的位置 內蘭第三 跟著第四還有滿地金 再後面的馬 還有內蘭低星神區 中間月露媽寶 還有這隻閃爍武士 在後面的馬 還有這隻閃爍武士 在後面的馬 好聖王 外面八心之鑽 內蘭就是風衣足食 中間還有江中耀組 後一點才有自由性的馬 入徵最後直路 前面透出有中蕩的聚喜 內蘭是雙龍出海 中間上來的馬 有綠色快區 中蕩還有滿地金 閃爍武士追 後面是江中耀組 和帝政神區那些馬 鬥到最後200 前面透出的馬 有來來埋變位置 就是這隻綠色快區 中間是這隻閃爍武士 在後面還有滿地金 最後100米 綠色快區仍然是尖先 都很有機會贏出 尾場賽事 閃爍武士跑第二 第三名是自由性 第四名是風衣足食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綠色快區 真是厲害 成功替徐羽石馬房 再贏一場頭馬 直落贏四場了 跨跪 閃爍武士第二 自由性第三 第四是風衣足食 超厲害 好厲害 現在越看越厲害 綠色快區 第二隻翻版綠色 很不奇怪 游做輕鬆一點 閃爍武士逼上來 雖然有5磅的差距 但也不是可以這樣 走開你一個馬 也不是野小 那隻閃爍武士 有拍寶咬住那個位 一上來已經過其他馬 他比彈開你更厲害 好 看看這對馬厲害 起步的時候 低勝神區真的慢了一點 然後順著懶 放上來 綠色快區 說得明快慢游人 當然是比起兩步 先殺了馬力 機鬼容易跑馬的發揮 又快 尼諾 都不用騎 都已經放在前 水龍出海 走過來 都慣性要走 那隻偉達最起 在下場跑 他仍然有點成急 但他現在起碼 都不是要自己走 可以慢慢好 滿地堡 一早就放在第四位 這次又再好些了 應該回來 應該跑回第五 如果我沒看錯 都以為可以爆 都以為入圍 不敢說有什麼期望 都說由現在開始 這場馬都要撐住了 至於拍寶那隻 也跟得好 一直縮著 不動 大概第六位 入到直路 一對熱門 拍在一起鬥 呂卓妍那隻是怎樣 找了輪位 好像有點緊 前面仍然仍然他 又一次輸給綠色快驅 這次可能還輸得遠一點 你看這裡 閃爽沒事 逼下去 以為過了 但不是 還有 其實閃爽沒事 當時在頭段的時候 有點搶牛 分隊時間 頭段13秒62 第二段22秒4 半第三段23秒4 七末段22秒82 總時間1分22秒36 快點標準時間接近4 至於是